妈,我思前想后,你这个办法不好,太冒险了,万一把我的婚礼搞砸了怎么办,你去哪里再找一个这样有钱的媳妇? 你就放心吧,我的办法可是有人实践过的,成功率百分百,就楼下李婶的儿媳,他们家也是有钱人,最后怎么样了,还不是被李婶拿捏得死死的,女方家一句也不敢吭声。 可我觉得还是太貌实了,要不然等小美过门后,我们再从长记忆。 你怎么就这点胆量,一点城府都没有,你就相信妈的话,不管怎么样,小美家一定会答应咱们要求的。 算了吧,这样做太不好了,我感觉这和趁火打劫没什么两样,以后小美会怪我的。 真是没出息,媳妇都还没过门,你就这么怕她,那以后还能成什么大事,我告诉你,我这一招就叫唯未救赵,你现在还年轻,不知道分寸,等以后你到了我这个年纪,你就会发现妈现在有多么高瞻远瞩了, 所以说这次一定要把握时机,要是错过这次机会,以后再想跟她家庭要求可就难了,反正她们要是不答应,我们就不结婚,就这样彼此耗着。 到时候我看她们怀孕的女儿怎么办,就等着被人笑话吧。 那好吧,就按你说的做,我想小美的父母肯定不想被人指指点点,他们应该会答应你的要求的。 这就对了,还是你有本事,找了一个有钱人家的闺女,不然你弟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呀。 哥,恭喜你啊,娶了个有钱的老婆,日后等你飞黄腾达了,一定不要忘了提携我啊。 傻孩子,你哥怎么会忘了你呢,现在做的一切不也是为了你吗? 妈,你们真的要让未来嫂子多送一套房吗,要不车子也一起要了吧,反正他们家有钱,多送一部车也不是难事。 阿伟,你弟说的事啊,就这么定了。 等我有了车子和房子,那我以后结婚,就不用看老丈人的脸色了。 先不说你了,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哥的婚事,只要他的婚事办成了,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 妈,你放心吧,我的婚事一定能成,等我和小美结了婚,将来他们家就是我说了算,谁让他家没儿子,家产以后都是我的。 是啊,只是万万没想到,未来嫂子的陪价这么多,比咱们家给的彩礼还多五倍,早知道这样的话,当初我们应该多拿一些彩礼,反正是稳赚不赔的。 妈,好像是你不肯多出彩礼的吧,就给了二十万,相比之下,我们也太寒碜了。 他家有钱,我们怎么能跟他家比呢?要不是我同意小美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姓刘,你以为他们会这么痛快买房买车吗? 妈,我岳父都说了不在意这些,这都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 听听,这都还没结婚,你就叫他岳父那么顺口,明天一结婚是不是直接叫亲爸了? 说来我们也亏,要不是为了让他多送一套房和一辆车,我的孙子才不要跟他们家姓呢?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,你都亲口答应人家了,不过我这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你那个主意不行。 你想想,明天婚礼现场一大半是他们家的亲姐,你这么不给他们面子,万一小美不嫁了怎么办,那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了? 你怎么又说这种丧气话?妈,不是跟你保证了吗? 即便他们真的觉得有气,那也一定是敢怒不敢言,毕竟亲戚都到场了,女儿又怀孕了,那是见在闲上不得不发,否则他们才是真的丢面子。 像他们这种有钱人家,最在乎的就是脸面,所以你就放心吧,他们一定会答应的,只要他们一点头,我们就上门接亲,如若不然,我们就彼此耗着,看是他家闺女的肚子比较着急,还是我们这头比较着急? 我觉得妈这个办法真是高明,到了这个节骨眼上,他们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,就算再不情愿,为了女儿的幸福,他们只能照做。 你弟说的不错,就是这样的,而且我们要的也不多,只是多要一套房,一辆车而已,这对他们来说小菜一叠,等房子和车子到手后,我就可以轻松筹划你弟弟的婚事了,如此一来,妈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 妈,你为了我和弟弟辛苦了,你放心,我会配合你的,不过你也要注意一下分寸,别把我的婚事的搅黄了。 瞧你这点出息,妈做事是有考量的,你就安心等着做你的新郎官吧。 第二天早上十点,原本说好的南方九点过来接亲,结果到现在还没看到车队的影子,在家等待的小美有些坐不住了,她担心未婚夫在路上出事了,于是着急忙慌地给李伟打去电话。 安伟,你那边怎么回事,接亲时间都过了,你们怎么还没来? 小美啊,我是你婆婆,你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。 原来是阿姨呀,今天不是说好九点来接亲的吗?难道是我记错时间了吗? 你没记错时间,只是阿姨有件事想和你先商量一下,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去接亲。 阿姨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,我不明白。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,之前给你的二十万彩礼,你今天要带回来交给我可以吗? 可是我们这边没有把彩礼带回去的规矩,那样做很不吉利的,不过我爸妈把钱都添置到我的嫁妆里面了,也算是带回了,只是没有现金交给你。 小美,你现在也怀孕了,凡是要为孩子多考虑一些,我知道你爸妈一定私下给了你不少钱,你们年轻人又不会存钱,既然彩礼的钱你不能交给我了,那就把你爸妈给的钱交给我保管吧。 以后孩子出生花钱的地方还很多,有我替你保管那是最妥当的。 阿姨,这件事我们以后再商量吧,你先让阿伟来接亲,致电的亲戚朋友都等着呢。 看来你是没听明白呀,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理解吗?到底是年轻人了,很多事都不懂,所以说最好多听听长辈的话,我又不会害你们。 听婆婆这么一说,小美反应过来了,原来李伟一家是故意挑现在提要求,看着外面来了那么多的亲朋好友,小美压下心头的怒气。 阿姨,我听你的,我从我爸妈给的钱里面花三十万给你保管。 不,要五十万。 好,我答应你。 这才是妈的好儿媳,对了,还有个事,你也知道你小叔子也谈恋爱了,那女孩我也特别喜欢,我希望她们跟你们一样尽快成婚,但是女孩家人要求结婚必须全款买房买车,可是我家这个条件哪里做得到呢?所以你看这事要怎么办呢?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?把我的婚房让给她们吗?这恐怕不合适吧? 那肯定不合适了,你们的婚房怎么能让给小叔子呢?要真这样做了,那我这个婆婆也太不明事理了。 那您是什么意思?直接说吧。 我听阿伟说,你爸妈前几年在城里买了三套房,最小的也有一百五十平,我看今天就把最小的那套跟你一起陪嫁过来吧。 虽说小了点,不过我们家也不嫌弃,到时你就以大嫂的身份,把这套房子给你小叔子当婚房吧。 阿姨,你先把电话给阿伟吧,我有话跟她说。 小美被准婆婆的这套说字被惊呆了,面对这样无理的条件,小美会怎么做呢? 为完待续,下集更精彩。